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佛法的人就是开始把种子种到地下去 种子种下去后能不能生出还要看各种的园 猪园具足了种子就能顺利的生出 假若各方面猪园不圆满就有可能变成娇牙败种 这也就是看我们发菩提心 种菩提种子时种的够不够深坚固不坚固 要是种的够深而且坚固结实 那么将来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 可是若想结菩提果还要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这就要看你用功用的如何了 要是用功上路了开悟正果成就决道 这才算是收成 种子生根发芽抽叶开花结果的过程中 都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培养灌溉虾肥料 肥料是什么就是学佛的道德 修行要处处本着道德 以不妨碍道德为根本借条 如教云得者本也财者莫也 德行是人的根本而才仅是一种末梢之物 修道人处处要吸服节约 不浪费金钱物质 如此日金月累才能培养出自己的德行 所生出来的枝叶才会茂盛 果实也将累累 如果不加肥料 不用功夫去培养灌溉 枝叶花果很容易就会枯稿而死 所以修道人第一借条就是注重德行 德行先由小处做起 物以善小而不为 你不要以为小善就不去做 而等着做大善 大善没有那么多 山是一粒一粒微尘积成的 微尘虽小 但积多了也会变成一座山 德行虽小 但积多了也会变成一座德行山 不违背道德就是德行 不妨碍他人就是德行 无论做什么 要以帮助他人为本分 若于利益上 时间上 文化智慧上 或其他种种事情上 对他人有所妨碍 不能利益他人 都是于道德有所违背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总以不违背道德 为根本真规 要想修道 先要陪德 没有德行就不能修道 有人想修道 魔杖就来找 这是因为没有德行的缘故 所以说 德者本也 才者莫也 德就等于日月 等于天地 也等于人之性命 没有日月天地一样 什么是道德呢 就是以利益他人为主 以不妨碍他人为宗旨 也就是内心充满 仁义理之信 一 人 有人爱的心 就不会杀生 二 意 具足一种知识 做什么事都恰到好处 合乎中道 不太过 也不会不急 不偏责 也不偏右 事实合乎中道 懂义 就不会偷盗 讲义气的人 不会偷他人的东西 三 理 理是一种礼貌礼节 上礼节就不会奸淫 偷盗与淫乱 都是因为不合乎义理 是违背常规的现象 四 智 有智慧的人 就不会乱喝酒 乱吃迷魂药 愚痴的人 才会做出种种颠倒的诗 五 信 有信用就不会打妄语 人以理智信 武常充足圆满了 这就是道 就是德 所以道德是从心中出生 它的根本 就在我们的心里头 可是它生出来 有种颜色 这种颜色不是青黄赤白黑 是一种德行之表现 是德行之光泽 所以韩玉在《原道》一文中 有段文说 不爱之为人 行而一知之为义 由是而知 焉之为道 足乎以无待于外之为德 而孟子说 人亦理智 根于心 其生色也 虽然见于面 盎于背 失于四体 四体不言而喻 有德人不单单面上有所表现 其背上也洋溢着德光 甚至于在死之上 也能显现出来 这种德行虽然描述不出来 但人人皆能明白 德行的表现 才是真正的功夫学问 这种德行 不能假装的 虚假只会暂时 骗人一阵子 不能长久 修道就是要修真正道德 不妨碍他人 也不怕他人妨碍自己 谁妨碍自己都接受 逆来顺受 谁对自己不慈悲 或不讲道理 都是自己的善知识 能逆来顺受 对横逆 能处之泰染 才见出你忍辱的功夫 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话 就动了 有些人的不动 是无忏无愧 这是不对 你要修的是不动 是能忍人 所不能忍 这才是真功夫 否则还需从头练起 道家以三花句顶 武器朝圆 为道德圆满之表现 这两个名词 在某些佛教徒 听起来说是外道 其实什么叫外道 什么叫内道 这个名词并没有什么 内外道 这是用来形容 某种修行 所成就的结果 三花就是精气神 三者都变成一种光华 武器就是仁义理智信 武器都叫圆满 叫武器朝圆 在佛教里 道德圆满了 就获得 大圆尽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成所坐智 三身四智 五眼六通 缺少哪一样 也无法得到这种境界 所以佛教万德庄严 它能包罗一切宗教 而一些宗教 只是佛教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将佛教 比喻为大学课程 道教或其他高超一点的宗教 可以算是为中学 世间宗教如儒教 只是小学课程 无论小学中学大学 都是读书人 世界各宗教 也都是宗教人士 所以不可以分门别类 到这说这教好 到那说内教不好 所以入者奴之 出者污之 这是种错误的观念 一切宗教都是佛教的一部分 这看法才是对的 因为佛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德相 皆堪作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那么外道也是众生之一 也有成佛的机会 为什么要 禀彼于门外呢 佛教是尽虚空便法界 无有边际无门户 人知我见 所以我们学佛人的心量要大起来 不要心胸狭隘小气 道教里有德行的人 有一种表现 一般凡人都看得出 就是童颜鹤发 头发虽然花白 但其面色有如童子 很润很细 为什么 就是一种道德感召的变化 虽然是白发 但头发并不干枯 而且有光润之气 他的毫发头发会放光 若有功夫的人 或是开五眼的人 一看就知道 佛教又高一招 不单头发放光 而且全身都可以放光 每一根毫毛烧上都可以放光 每一个毛孔都与众不同 在佛教里修行 有功夫的人 能使白发转黑 齿落重生 道教也有 齿落重生的境界 不过不能全身 毛孔放光 这是不同处 各位看人 是不是一位善知识 不须开五眼 就凭凡夫肉眼 只要你是个行家 就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善知识 是否有德行 人无德行 是面身横肉 非常讨厌的 人做善事和坏事 就会在色身上体现出来 比方说阴志文 就是讲人积累了阴德 就会在脸上留下痕迹 那如果做了缺德事 色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 这个是一定的 比如说 要施法门里 通过五官 看一个人财运 父母子女 福德受邀 那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业力 就是过去的善恶业 在色身上留下的痕迹 可以看清自己 看到自己哪里不足 哪里需要加强 面相源自于人品和修养 面相源自于内心和素质 恶人有恶相 接人有奸相 乐于助人的人 有慈善相 心胸豁达的人 有喜气相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第一件事就是看面相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是主要表现 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 都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世卫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有眼带 或是黑眼圈 或眼带下线 是属于先天 精气神不足 先天甚虚 所以相法上说 这种人紫西弱 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这种要 勤修静 清心寡欲 广基阴德 额头皱纹多的人 运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周门越多 意味着您的麻烦 也伴随着多了起来 这辈子会经历很多波折 事业上也很难有 大的进展 处处受到阻碍 当然你也可以 佩戴黄金独角皮丘 来往下财运 额头中间 丰满又端正 看上去这就是一种 比较有福气的长相 这样的人 可有六品 中品 第二种长相是 额头 骨头 明朗 全骨高 这个也是一样 一看就是当官的 可有五品官 第三种是 印堂宽阔之人 也就是额头宽 说明册的路 也比较宽 这样的人 可有四品官做 亲人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 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